上海和作为环护护城河的浙江嘉兴 江苏昆山等地 探望慰问奋战在世博安保一线的公安民警 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官兵 安保志愿者和干部群众 实地检查指导安保工作 他宣布从4月15号起 世博安保工作正式全面进入实战阶段 要进一步行动起来 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狠抓落实 确保实现平安世博 黄木江两岸处处洋溢着迎接世博会的浓厚气息 周永康首先来到世博园区后摊安检处 向正在执勤的安检人员 仔细询问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 他定夺大家 工作要言之又言 细之又细 同时进一步提高安检效率 世博文化中心是开幕式主会场 中国国家馆被称为东方之官 周永康登上顶层平台俯瞰世博园区 他说 世博园区特别是热门场馆 要科学控制人员流量 做好分流疏导工作 有台阶有坡度的地方 要落实预防措施 杜绝拥挤踩踏事故 要以世博会试运行为契机 查找整改薄弱环节 有效应对开源后的人流高峰 在浦东上南花城小区 周永康与社区干部居民 平安志愿者亲切交谈 大家表示 一定齐心协力 看好自家门 管好楼道门 守好社区门 为平安世博做贡献 周永康说 人民是真正的同享铁壁 有了大家的支持参与 一定能够办成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 环户护城河 是确保世博会安全的一道屏障 周永康先后来到 设在浙江嘉兴 江苏昆山的两省前方指挥部 并在茫茫夜色中 深入到昆山花桥检查站 查看身份证 查验 车辆安检等情况 他强调 环户各地要发挥过滤网作用 守好进入上海的陆路水上空中通道 严查可疑人员 车辆和物品 把矛盾问题发现解决在当地 以周边稳定确保上海稳定 在社博会三级安保勤务等级启动仪式上 周永康通过视频指挥系统 听取了护苏浙 公安和军队武警等方面的汇报 他充分肯定了大家前一段的工作 要求以高能斗智 扎实的工作 良好的形象 严格的责任 打好主动账 整体账 持久账 用行动书写忠诚 用实战检验能力 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 于正生陪同检查 本带消息 中央纪委监察部16号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坚决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抗争救灾决策部署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深入开展监督检查 严肃党纪政绩 保证抗争救灾工作顺利进行 本台消息 中央组织部15号再次发出通知 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 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积极为灾区送温暖 信爱心 帮助灾区群众度过难怪 日前中央组织部 已从带中央管理的党费中 给进行